3比0,U23国家队给中国足球,送上了一场毫无悬念的开门红,当马达罗尼在球队进球后一次次激情庆祝,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时,如此轻松的喜悦在大赛中出现,对于我们的国字号来说,已经许久未尽了,U23新正出镜效过去,我们的国字号在打大赛的时候,球员在场上经常容易紧张,以至于很多时候,自己的水平搭挥不出来,为什么他们会紧张? 很大程度上,因为他们缺少高水平比赛的练练,久而久之的,我们的国少,国青,国澳各级国字号成绩越来越差,在各年龄的亚青赛出不了线已成常态,有时候连正赛甚至都进不了,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恐慌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足球出台了U23政策,去年冬天,当U23新正出台时,引发了不少的质疑,通过一个赛季的磨合,我们再回过头看U23新正, 其实新正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,原本不少球队的边缘球员,甚至是预备队球员被推上了前台,当他们在联赛中,通过不断地与世界级外援以及国家队的大哥们交手,对他们的实力和信心提升都有帮助,就拿今天的比赛来说, 如果说发挥最为出台的维士豪早已成名,发挥出色算正常的话,那么在前场不停地拿球摆脱,给对方后防具大先制的巴顿,在中场稳住局面的合钞,姚军城们不都是通过U23政策在联赛中提上?